那这个是我是从许广那里学过来的 我是从许广那里学过来 按照他的说法 是这个叫现学现用 那谢谢这个刚才 罗阳姐妹的师哥带领 那今天我想就是 接着上次良宾弟兄的分享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约瑟的故事 我想首先声明一下 这个经文题目 都不是我们定的 谁讲哪一个 也不是我们选的 牧师特别强调 我们不要去引用那些 外面的材料 要连续发生在我们 周围的故事和经历 那今天的题目 是这个叫 被所爱的人憎恨并出卖 那这个是看上去一个 很有沧桑感的一个题目 那感觉不是像我这样的 年纪的人可以讲的 所以我拿到之后再想 是不是牧师有特别属灵的 看见说看到我生命中 有这样沧桑的一面 还是怎样 那我想我们还是 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其实稍微有点长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 快速的go over一遍 那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 已经很熟悉了 那也没关系 那趁这个时间 重新过一遍 看看里面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或者没有那么熟悉的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把这个故事go over一遍 那我来帮大家读一遍好了 我来帮大家读一遍好了 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 去放他们的羊 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 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 你来 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 约瑟说我在这里 以色列说 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 就回来报信给我 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 他就往事件去了 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 就问他说 你找什么 他说 我找我的哥哥们 求你告诉我 他们在何处放羊 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坛去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 遇见他们在多坛 他们远远地看见他 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 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彼此说 你看那作梦的来了 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 我们且看他梦将来怎么样 流便听见了 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 不可下手害他 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们哥哥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头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 举头观看 见有一伙米店的以斯玛利人 从基列来 用骆驼托着香料 卤香 默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人就听从了他 那有些米店的商人 从那里经过 哥哥们就把约瑟 从坑里拉上 讲定十二四颗的银子 把约瑟卖给那些 以斯玛利人 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 流便回到坑边 见约瑟不在坑里 就撕裂衣服 回到兄弟们那里说 童子没有了 我往哪里去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 把约瑟的那件彩衣 揽了血 达伐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 我们捡了这个 请认一认 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得说 这是我儿子的外衣 有恶瘦把他吃了 约瑟被撕碎 撕碎了 雅各边撕裂衣服 腰间围上麻布 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女儿们都起来 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说 我必悲哀着下阴间 到我儿子那里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你爹人带约瑟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内城 护卫长 波提法 好那我想我们做一个 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特别求你恩待你的仆人 因为我是年幼 我也没有智慧 我身上也没有可夸的 我也没有人生的经历 可以讲这样的话 愿你自己赐福你的话语 愿你使用我 若我口中有出任何的话语 能够触摸到大家的心 主特别是愿你能够触摸到我的心 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同感一灵 能够得到造就 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 我们祷告 是奉靠主基督耶稣 得胜的名 阿们 那我想我们还是 有必要熟悉一下 故事的背景 昨天梁彬弟兄 其实已经分享过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雅各有两个妻子 两个妾 两个妻子之间 有争宠 有不和 雅各比较偏爱的 那个妻子叫拉杰 他一开始是不能生育 直到后来才生了约瑟 是老莱德子 又在他生第二个儿子 变雅明的时候 难产过世 这一系列的原因 加上其实他第一个妻子 生的几个儿子 都不是很争气 圣经有讲到 那使得雅各对约瑟 是宠爱有加 这些看上去 在人看来是很合理的情况 那带来的却是 其他的弟兄们 对约瑟的这个记恨 那作为父亲的雅各 他有没有觉察到这些呢 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故事里讲 约瑟当时已经17岁了 那之前特别提到过 他完全有牧羊的经验和能力的 事实上他的其他弟兄 最大的不过也就24 25岁 但是我们看到雅各 让其他的儿子们去放养 却不让约瑟一起去 表明他是有顾忌 因为他们当时放牧的地方 跑的是很远 那事件这个地方 离他们住的这个西伯伦 有80公里远 大概要走两到三天的路 所以他们是有一段时间 会不回家的 那父亲会顾忌这么长的时间 远距离的把他们放在一起 是有问题 是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个雅各为什么要又要猜 这个约瑟去寻访 探访他的哥哥们呢 圣经其实明确有讲到 这个时候他们是有仆人的 他们是有仆人的 他完全可以猜一个仆人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父亲也是用心良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既想保护约瑟 又不像别的弟兄 看他特别护着约瑟 啥也不让做 所以是在找平衡 甚至是创造机会 让他们可以有缓和的这个机会 那圣经虽然没有讲 但是我想约瑟一定是带了美味和供应去 一定是带了美味和供应去 但是我们看到 人所谓的用心良苦 要找得平衡或者安抚 那在其他人眼里 不一定是看得到和领情的 那第三个就是约瑟 他知不知道其他的弟兄们记恨他呢 其实他也知道 因为圣经明确讲他的弟兄们 不跟他讲和睦的话 其实就是恶语相想 恶语相想 当然约瑟可能不知道这个记恨有多大 他不知道这个记恨有多大 那当这个老父亲要在约瑟去 做这个走好几天的这个辛苦的路程 这个苦差事的时候 并且他知道他要面对一帮 对他恶语相向的弟兄们的时候 圣经讲约瑟的回应是说 我在这里 那英文是Here I am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西伯来文是 Inai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一个更多表达 这个意愿的词 一个更多表达意愿的词 那在这个意愿的背后 我们看到约瑟 对他弟兄们没有对抗性的回报 没有对抗性的回应 他只是还是很单纯的 因为兄弟之爱 愿意去做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财势 愿意去做这个非常艰难的财势 那我们里面讲一下这个坑的概念 那一下子我们不一定懂的 这个是当时中东地带放牧的人 为了让这个畜牧群 在这种干旱的地方 有水和挖的一种特别的这个储水系统 英文有的叫pit 有的叫system system可能更加描述的正确 它的一个井 像一个井 它的口是比较小的是为了减少正方 那里面是很宽很深的 所以人掉进去 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忙 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来的 那这些坑呢 存留至今 以色列其实现在到处都是 那据说连这个以色列现在的军 就是军兵啊也深受其苦 因为他们成了一个天然的陷阱 那一不小心掉下去 是可以摔死 那我讲这些大概是可以 我们可以直观的 理解这个故事背景的一个真实性 那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的真实性 那是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直观的 就是这些弟兄们因为约瑟的梦啊 想要害甚至是要杀约瑟 那这个梦有得罪到他们 什么样的核心利益 使得他们不顾手足之情 要害约瑟 这个梦有什么样的这个核心利益 使得他们可以不顾手足之情 要害约瑟 那当然古代这个中东或者近东 他们对梦比我们现在看重的多 那特别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家族 从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 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和祝福 好多都是在梦里 远的不说对不对 近的的话 他们的父亲雅各 就是在伯特利 在梦中遇见神 昨天这个梁兵地学也讲到过 那他是在梦中 也是在巴旦亚南 被上帝呼召要回迦南的 特别这个上帝 还向他的仇敌 其实也是他的母舅拉班 在梦里显现说 要他不能动手 害雅各 所以他们从小一定是 如目难 知道梦的价值 那但是真的因为 他们是相信这个梦要实现 以至于他们未来的利益受损 他们要害月色 那其实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要相信梦的前提 就是你得相信这是出于神的 你得相信这是出于神的 你得相信神 但是如果你是相信这是出于神的 你还敢伸手害人吗 所以他们要 他们根本不是害怕这个梦会实现 而损害他们什么实质性的利益 他们只是嫌这个梦太刺耳了 如同他们看到那件财意 非常刺眼 非常刺眼 咽不下这口气 那人会因为咽不下一口气 而把亲人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吗 这个有多少的真实性 人会因为咽不下一口气 把亲人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个有多少的真实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顺应牧师的要求 挖一下我这个成分的记忆 挖一下我的成分的记忆 我当然是独子 所以我没有资格有这种兄弟姐妹的纷争 这个资格 但是我的爸爸父辈呢 他有四个弟兄 最年长的年幼就夭折了 那所以我爸爸就成了一个长子 那本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蛮大蛮热闹的家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懂事起 我童年就是在这一整个家族的争吵中度过的 那比方说 我们明明我们家跟这个叔叔家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一个连体房 那共用一个阳台 那却要专门造一堵墙 把这个梁台要隔开来 那我讲这个争吵 这个词已经是轻微的 是轻的 因为我亲身经历 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就开炒了 然后饭菜就端掉 那我也看到有肢体语言 我亲耳听到我爸爸说要拿出虎头来的 那我也知道我妈妈是要走进河里的 走进河里的 那个时候我不懂 因为在那个年代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物质利益 因为大家都很穷 可以炒成这样子 可以炒成这样子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 印象很深的 有一句话一直重复在我的脑海里 这句话就是说 他们看不起我们 他们看不起我们 那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驱使下 如果一个弟兄看到另一个弟兄 在父母那里多得了一点点好处 比方说多吃到一只鸡 那个分量绝对不是一只鸡 那个是比大象还重的 那加在这个看不起的这个心结里面 是在心口上可以划刀的 是可以在心口上划刀的 所以在这个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连我自己很小的时候 好像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活得有出息 要活得有出息 帮着我这个家可以抬起头来 可以抬起头来 所以争来争去 原来是在争一口气 一口什么样的气呢 就是说 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位分 我应该要受什么样的待见 我应该要受什么样的待见 那对于这些其实 不是我们现在人有的认识 早在两千多年前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 这个叫西塞罗 他早就归纳过了人性中的 好几个劣根性 那个叫劣根性 其中为首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人以为一定要踩着别人 才能提升自己 他说人以为一定要踩着别人 才能提升自己 或者说自己才过得舒服 那这个踩别人的心就是骄傲 昨天牧师也讲 就是要自己要做王 自己要做王 我想我们不需要经历 这个像约瑟 或者像我父辈那样的人生 来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大概一路走来 跟我们旁边很近的人 有我们的同桌 同事 室友 好朋友 甚至你如果有弟兄姐妹的亲弟兄姐妹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过着相爱相杀的 相爱相杀的 我们的和好的前提 是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 一个微妙的平衡 就是我们每个人处在 对自己自身位置的 一个心理的安全区 自身位置的一个心理安全区 相对的安全区 但是如果我今天看到 我的朋友 同事 一下子被禁声 或者他其他任何状态 有高升的时候 其实他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这是一把距离最近的词字 反而量出我相对性 位分的下降 那这个变化 如果再加上一个比方说 我资历比较高 或者说付出比较多 本来应该是我的 这样的前提假设的话 那简直是可以 这个刺穿人心的 可以刺穿人心的 所以对约瑟的弟兄们来说 不管是彩衣 还是约瑟的梦 这个真正的解读是说 按照备份来讲 我们本来应该是 踩在你约瑟头上的 如今我们是反过来 被你踩在头上 这一阵一阵的反差 实在是太大 实在太大了 那我讲我自己 长时间背负着 要让人看得起 其实是要踩别人的想法 踩别人的想法 但我其实很久没有注意到 里面有的悖论 里面有个悖论 就是说 当我可以爬上去 踩别人头上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被踩的人 可以乖乖的待在下面 是不是那个被踩的 就可以乖乖待在下面 绝对不是 对不对 因为不然我自己 就乖乖待在下面就好了 我自己待在下面不就行 所以一定是要找机会 爬上来 要踩回来 而且踩得更损 要更厉害 最好让你永远不要抬头 最好让你永远不要抬头 所以我们在看 喜欢看武侠小说 因为里面有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的这种情怀 对不对 就是被踩了很久 踩了很久 踩了很久 到最后翻身 可以把人踩死的那种痛快 我们想要那种痛快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精力 我们还要活化在这种故事 没有活化在这种故事 对不对 所以圣经里讲 他说这帮弟兄在约瑟 从远处走到近处 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 就谋划了要害约瑟的计划 那这看上去好像是临时的这个起义 实际上因为是他们在心里 其实勾画了这个 一遍一遍被踩的那种屈辱 已经升级了很多次很久 升级了很多次很久了 这个梦不过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梦不过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满眼看到的 不是弟兄 圣经讲叫做梦的 就是一次一次把他们至尊 踩在脚下的那个人 这一次他们要翻身 做一个终结 他们要翻身做一个终结 那我想讲到这里 圣经讲的是一个世人 都可以懂的故事 甚至我讲翻版发生的 也不占少数 对不对 周围都有发生 那里面没有出现过神这个词 整个故事里面是没有神的 没有神的 就是世人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那我想我也结合后面 故事的一些发展 来看一下不是我们世人 所预期的另外一面 那我还是可以做一个真实的对照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Vicky和我有机会 可以在网络上建立 一起跟我在中国的妈妈 每周一次的这个网上 视频查经的机会 那有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提到 这个以前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 虽然我的爷爷奶奶都过世了 我的一个叔叔后来也因为出车祸过世 那其他的父辈也老了 关系也平缓下来 但我们还是能感到 其实我的妈妈 是难以释怀的 很难以释怀 因为这些伤痛还在那里 他仍然讲着同样的话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及我 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及我 那我讲 我知道他讲这句话里面的经历 和这个经历和滋味 是我没有资格去评判 而做轻易安慰 而做轻易安慰 但是我想这个约瑟应该有的伤痛 他是绝对的超越 他是绝对的超越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讲 他在坑里哀求的时候 外面的一帮骨肉弟兄在干什么 在吃饭 在吃饭 你要想一个人要有怎样的狠心 可以在害人 特别是害亲人的时候 还可以津津有味 吃他自己的饭 当他们要把他卖给这个人 为奴隶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想象 约瑟是怎样的辩解哀求 是说我不是奴隶 我是这九个人的弟兄 不是他们的弟兄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他是怎样的心碎和绝望 看到是这九个弟兄 可以异口同声的否认 他们可以异口同声的否认 那我想如果是你是我的话 我们可能连做梦 我们连做梦都想着要报仇 那约瑟有忘记这件事情吗 不可能 不可能对不对 圣经讲他17岁被卖 到他37岁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也就是20年之后 他用他儿子的命名来纪念这些事情 他用他儿子的命名来纪念这些事情 马纳西是一个西伯赖名字 它不是一个埃及名字 所以代表他完全没有忘记他的根 他没有忘记他的根 那马纳西本身是忘记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写过 有个文章叫 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不对 为了忘却的纪念 但是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要用忘记来纪念的时候 其实代表你从来没有忘记过 其实你也不想忘记 所以你要用忘记来纪念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同的是说 约瑟说他没有忘记这些事情 他没有忘记这些事情 但是上帝却把里面的痛苦给抽掉 上帝把里面的痛苦给抽掉 那对我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记事情 就是为了记仇 我们记事情就是为了记仇 只可能反过来 哪怕事情可以淡忘 仇不会忘 事情可以淡忘 仇不会忘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安慰的 因为如同我很多时候 面对我的妈妈一样 但是上帝为什么可以 神为什么可以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会发现约瑟被卖里面 有很多的巧合 当他去事件 找不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圣经讲是有一个人来找他 英文讲得更清楚 A man found him 所以不是他主动去找人的 不是他主动去找人 而且那个人正好还听到 这群哥哥说要去哪里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蹊跷的事情 然后正好他们要把约瑟 扔在这个坑里的时候 又有一群米店的商人 当天在那里经过 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 我们这个交通发达 这种事情可以 可能一个月 也不一定碰到一次 对不对 而且正好是在他大哥流变 不知道什么原因 正好不在的情况下 因为圣经讲 如果按时这个流变在的话 他是老大哥可能是不同意的 所以你看这里面 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成立 那这个不信就可以避免 所以从人讲 这是倒霉透顶的 因为该倒的霉都倒了 是倒霉透顶 但是在约瑟后来的反应中 我们发现他的眼光不一样 他的眼光不一样 圣经讲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 从人来看应该是最惨 最应该怨天尤人的时候 他却看到上帝的同战 特别是他在人生最不幸的阶段 圣经讲他却是百事顺利 圣经讲他却是百事顺利 这个顺当然不是顺人的意 因为能看到的全是最悲惨的结局 所以这里的顺是顺神的意 是顺神的意 约瑟这个 所以他是看事情是反过来看的 他说既然有这么多所谓的巧合 那其实就不是巧合 既然有这么多所谓的巧合 那其实就不是巧合 他看到这是出于神的安排 特别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看到 神安排背后 那最美好的心意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后来故事的发展 和约瑟自己的口 来归纳一下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那第一个是和好的心意 和好的心意 上帝要使人和好的心意 你说我没有听错吧 这明明是撕裂弟兄啊 而且是用最伤痛的方式 就是背叛来撕裂弟兄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约瑟实际上 从来没有拥有过这群亲人 虽然表面上 他可能曾经有过这群亲人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亲密过 他们从来没有亲密的关系过 那约瑟的这帮弟兄 其实也是一群恶人 因为他们的嘴巴里 圣经讲到这里为止 他们的嘴巴里 其实从来没有提说过神 没有提起过神 神允许的这些弟兄 行了极恶的事情 非常恶的事情 他要把这样的罪疚感 放在他们心里发酵 把这样的罪疚感 放在他们心里发酵 直到他们后来 遇到苦难的时候 那个心里发酵的罪疚感 圣经讲到 竟然让他们想起神了 竟然让他们想起神来了 那这个罪疚感 再加上神让约瑟 用宽恕来接纳他们的时候 就产生了真正和好的果效 那事实上这个人与人之间 和好的背后 是人与神的和好 因为约瑟的弟兄们 从不认识神的恶人 变成了认识神 口里提说神的人 那第二个心意 就是拯救的心意 拯救的心意 人是看不到未来的路的 神看得到 这件事二十年以后 就将会发生一场 极大的这个饥荒 要席卷全地 上帝是以这样差遣约瑟 去埃及打投证 打先锋的 使得以后 以色列全家 可以在饥荒的时候 投靠埃及 可以保存 所以当约瑟回到他父亲 雅各说 Here I am He near you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在 好像在跟神说一样 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一样 那正如约瑟自己 后来讲 自己讲的一样 他说人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他看到上帝的心意 是那样 上帝是要救赎 这里所谓的今日的光景 今日的光景 就是和好 是平安 是和好是平安 所以其实上帝是顺势 借用人的背叛 特别是亲人的背叛 要挽回他和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要拯救了 他要拯救了 那我讲到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 当上帝说 对约瑟说 他与他同在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约瑟 你去充分宪政 承受背叛 我在背后 这个默默支持你就好了 约瑟你去充分宪政 我在背后默默支持你呢 其实不是对不对 因为耶稣后来说过 学生是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是不能高过主人的 如果我们对约瑟的这帮弟兄 耿耿于怀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无情背叛 亲人的人的时候 那其实我想 我要提醒我们的事 其实我们在罪的束缚下 背叛是我们所有人的同行 这个背叛是我们所有人的同行 这个背叛的背后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 就是要自立为王 我要自己称王 因为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 我们吃上帝 我们用上帝 命也是上帝给 我们嘴巴上是骂上帝 我们做的事情是要做上帝的仇敌的 所以如果过去上帝 借着约瑟来承受他的亲弟兄 对他们的背叛 来挽回了他们的关系和生命的话 那今天他是特别借着耶稣基督 要借着我们所有人对上帝的背叛 对耶稣的背叛 让耶稣去承担 承受这样背叛的伤痛和后果 来挽回我们所有人与上帝的关系 要来救赎我们永恒的生命 那耶稣的伤痛有多大 那一定比约瑟要大很多 大多少 其实我想不到 我能打的一个我能理解的比方是这样 如果有一天我的 有一天我被我实验室的学生诬告了 然后被开除出学校 然后这帮学生自己take over 这个实验室 同时把那个我付了心血 经营的实验室搞得一塌糊涂 那我想我大概可以想象这种背叛 带来可以让我这个咬牙切齿的这个伤痛 但是我想这个伤痛不及 耶稣的这个千万分之一 因为为什么 因为学生他不是我的 我也不一定有为父为母的心 这个实验室也不是我的 他们也没有把我要赶尽杀绝 但是对耶稣来说呢 这个世界是他造的 我们是他造的 他爱我们甚至胜过地上的父母 他来世界 本来要是要来告诉我们真理的 却被这个世界杀死 就挂在这个木头上 挂在这个木头上 这个故事里讲到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帮约瑟的弟兄们 把约瑟的这个彩衣 杀了一个羊羔 沾了这个羔羊的血 要来蒙骗他们的父亲 要掩盖自己的罪行 那能掩盖吗 完全不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圣经讲 他们连自己去见父亲的勇气都没有了 是打发一个人去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永远在那里 而且后来从这个故事发展来看到 就是说 实际上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是断了 这个雅各不再对他们有任何的信 这是在后来的故事里发展里 我们可以读到的 那其实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也是一样 或者曾经也是一样 我们跟天上的父亲的关系 是断裂的 我们想要在世上找各种各样的替罪羔羊 其实都没有用 其实都没有用 只有耶稣 他用自己的宝屑 把我们的罪都遮盖了 把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 都除去 重建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重建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其实我也在想是说 上帝为什么要用约瑟 要用耶稣去承担他们最爱人的背叛 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挽回人 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背叛 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挽回人 那后来我想是说 可能背叛而带来的仇恨 是人类仇恨里面的顶峰 背叛带来的仇恨 可能是人类仇恨里面的顶峰 那上帝要在这本该是最大的仇恨中 来最大的彰显他的爱 以及爱的超越性 那我也在想是说 约瑟的故事 怎样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联系起来 那有一次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 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 那里讲是说 只要造主分给个人的 和神造个人的而行 我突然看到原来这句话 是对约瑟故事最美丽的总结和提炼 最美丽的总结和提炼 而且我突然意识到这里 说上帝要分给我们的 分给我们的 不是我原来强碍意义上认识到的 所谓的能力才干各样的好处 其实他分给我们的是我们世上一切的景况 一切的景况 包括那些我们眼睛看上去 似乎是不好 是很艰难的处境 就像约瑟一样 但是这个分是有他的目的的 他分的目的 就是他要在这种景况中 把我们招出来 他要在这种景况中把我们招出来 那这句话好像也在回答我生命中的一些 愁苦和疑惑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让我难以释怀的是 上帝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早一点认识你 这样我以前走过的弯路 吃过的痛苦 或许可以少一点 而且我可能还在承受这些伤痛 带来的余波 还在承受这些伤痛带来的余波 那这样的愁苦呢 有时候会变得更加厉害 更甚对不对 因为在跟我妈妈的视频查经中 他有时候会跟我们叹息 就是说 我的人生没有福气 我的人生没有福气 虽然我想我嘴巴上可以安慰说 妈 这个福气会临到你的 福气会临到你的 但是其实我私下的心里 也在感叹是说 谁来挽回他逝去的青春 谁来挽回他逝去的青春 谁来弥补他本该有的满足 谁来弥补他本该有的满足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我突然看到就是说 上帝分给的 上帝分给的不光是约瑟 一个已经认识神的人 要招他来完成上帝的计划 上帝分给的还有他的弟兄们 他的弟兄们 一群口里从来不提说神 完全不认识神的人 他允许他们行恶 也允许他们后来要承担 人生的痛苦和困境 为的是要招他们来认识神 为的是要招他们来认识神 那感谢神 这个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在网上帮我的妈妈 在中国的妈妈做了一个决志祷告 那他可能还不知道全辈的福音内容 但他说他要信耶稣 他要信耶稣所应许的福气 因为为什么 因为特别是他觉得他以前没有福气 现在他想要抓住福气 他想要抓住福气 他愿意邀请耶稣来住在他的心里 那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人 在一起分享的时候 一起回顾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那些曾经的过往 那些曾经的过往 他不是不信 他不是不信 而是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 分给我们的 他没有任何的多余 他没有任何的多余 为的是要招我们来认识他 为的是要招我们来认识他 而且因为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那分给我们的 不论在我们的记忆里是怎样 有怎样的长短 他其实都是暂时的 那要招我们来给我们 招我们来要给我们的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当然我想如果我们 如果能够看见这一些的话 一个自然而然的副产品 就是说我们可以脱离人与人之间的 比较竞争和纷争妒忌 他可以安慰和治愈 来自人的伤害 他可以安慰和治愈 来自人的伤害 那我知道等会我们会有讨论的时间 那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给大家 你可能是像约瑟一样 已经认识神的 也可能是像他的弟兄们 还没有认识神 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是恶人 但是我们看到是上帝 为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做 为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做 我想问大家是说 今天上帝 你看到上帝分给你的是什么 你看到上帝分给你的是什么 但是你也看到是说他要从这里 招你做什么 招你做什么 那本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就够了 那牧师要求要有三个问题 所以我就硬性加上第三个 那就是说 你看到你过往的生命中 有什么样曾经的不幸 其实到最后变成了祝福 我想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